杜兰特在此发表嘻哈言论,引发球迷热烈讨论,这说法你认同吗?勇士对三年内两夺NBA总冠军,杜兰特也完成了FMVP两联装,个人荣誉以及总冠军,他都进收囊中,可谓是春风得意。 我们都知道,杜兰特有时候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面,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,比如去年夏天开小号,回击那些质疑他的球迷,最著名的当初2011年的金球奖颁奖礼,当美国好莱坞女星斯嘉丽约翰逊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候,杜兰特忍不住的发了条Twitter斯嘉丽,我想喝你的洗澡水,这个梗也被大家经常拿出来调侃杜兰特。 近日,夺冠之后的杜兰特又开始发表着一些奇怪的言论,他在杜兰特接受了雅普体育的采访时说,我觉得当你的身边没有优秀的球员时,你很容易成为最好的球员,但是当你的身边都是伟大的球员时,想要脱颖而出就更困难。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是,无论我在哪里打球,我都能脱颖而出,无论我在哪里打球,我都努力训练,我觉得这些球员们都接受了我,我觉得我是一名勇士球员。 杜兰特此人一出,立刻引起了球迷的热烈讨论,球迷就认为,他这是在为自己加盟勇士队抱团行为进行开脱。 而这段话明显指的是总决赛中骑士队与勇士队,言外之意就是詹姆斯身边没有十分优秀的队友,因此可以凸显出他的伟大,而自己身边有很多出色的队友,能够拿到FMVP是非常困难的。 从总决赛的表现来看,詹姆斯基本上都是大包大揽,很多都需要他来做,也是无奈之举,而杜兰特在水花兄弟发挥出色的时候,可以退居幕后,甘心做绿叶,需要他的时候也能站出来,球队之中他俩充当的不是同一种角色,而勇士队实力也确实远胜过骑士队,对于杜兰特这番发言,你怎么看呢?帮忙点个关注呗,谢谢。 ,谢谢。